大家知道《華爾街日報》有一個報道說 由馬來西亞的消息人士及文件及訪問裏面 說到有中國公安部副部長承諾給馬來西亞說 在香港會用一些手段來竊聽監控香港的一些記者 去募求可以找出一些竊物的竊物者 而是告訴馬來西亞當時的掌權的政府 使他們可以採取一些行動 報道也說換取相關與中國在馬來西亞得到的經濟利益 或者是一帶一路的利益同意有關聯的 報道是這樣說 我今天那個評論 因為昨天看到我都靜了想一晚 當然特區政府是要回應 但我覺得特區政府的回應 我相信都是有限公司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當然有人說特區政府可能會知道 是有限公司的 但是在我的認知裡面 公安國安做事 就不一定要特區政府配合 他都有更多的人手配備 以及能力 甚至因為保密的緣故 他覺得這件事是不需要特區政府 幫助 甚至去配合的 這樣的行動 我都相信很多 但是不要緊 究竟是不是呢 我以下的評論是如下的 第一 如果這個公安部副部長 去承諾馬來西亞在香港做竊聽這些行為 是國家行為 換句話說 他真的由國家的正式體系 決策 同意 默許之下 來用這個權力 用這個人手在香港做這件事 那麼 英國說 如果這個不是國家行為 第一個 如果他這個安排不是一個國家行為 那麼我就認為 中央政府 是應該要徹徹 以及中央政府 要很嚴肅去徹徹 究竟 如果不是國家行為 那麼 是不是有人為了逃離 貪污 或者任何的領工 好處 而是做出一個 傷害 特區政府 即現在你公佈了 肯定是傷害特區政府 令人擔心香港 沒有了自由 新聞自由 等等這些事情 還有原來在香港是這麼不安全的地方 原來資訊 甚至是採訪等等 那麼這個影響香港的 一個自由的形象 影響香港一國兩國的實踐 如果有人是 根本不是一個國家行為而做出 甚至承諾 是為了可能是私人 或者某些企業的利益 拿到馬來西亞的合約等等 那麼我覺得中央是要徹查的 第二部分就是 如果這個果真是國家行為 換句話說 中央 是 真是透過行政的科層架構 是透過這個副部長去做這個承諾 那麼我就不禁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 也是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我就不禁要問 中央在考慮這個問題裡面 是不是考慮得很仔細 是不是國家的所謂發展 什麼核心利益 什麼東西 到一個程度 是要這樣來犧牲香港 都同樣是一個國家很重要的利益 就是香港作為一個實施一國兩制 自由的都市 包括我們想做國際金融中心 那麼你財經的報紙 去訪問一些馬來西亞的貪污 以至到馬來西亞投資馬來西亞的人 的投資者 是要考慮這些問題的 那麼我們想做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原來處於香港的記者 是可能拿到這些資料 來爆發一些外國的政府的貪污 哇 原來香港的這樣的情況 是會窒外了的 那麼以後究竟 香港是不是還能夠 繼續做這個中心 這個自由的都市呢 中央在考慮的時候 有沒有全面 在這一方面也要考慮 香港的利益 或者國家 在實踐一國兩制 現在最近說什麼對台示範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示範的作用 很失敗的示範作用 可能就是越做得多這些 那就越令到台灣越走越遠 因為我們展示不到給別人 原來香港真的是一個 一國兩制有自由的地方 甚至原來外國的人 是非常脆弱危險的 包括外國記者 那麼 如果真的是國家行為 我就請求中央 是不是應該 在以後的情況 或者檢討一下這件事 是不是做得對 當然 你現在被人爆出來就肯死了 但是 你看他整個操作的情況 在香港呢 他是老俸 我們在香港俗語叫 什麼 就是說 我直接跟你正式說 然後你寫個minute裡面 我也不怕 換句話說 這件事是不是已經做很多呢 經常做呢 經常去做交換利益呢 我已經不要說國家是不是很窮的問題 原來香港 就可以用來犧牲香港的一國兩制 自由都市形象利益 原來是用來換來一些利益 OK 那就是說 香港原來在國家的心目中 是不是這個一國兩制 原來是放得很低的呢 那香港人就不禁這樣問的了 最後 我作為香港的一個議員呢 我當然是站在香港這方 希望中央呢 多一點去思考 國家的政策 在實施一國兩制的時候 是應該 顧及多一點香港 這個 能夠在香港 答應了香港和全世界的人 是一個自由的都市 真正地實施一國兩制 同樣 也是國家大戰略裡面 香港一國兩制 現在最近 回歸 20周年 習近平主席都說 我們很感謝香港 發揮很大的作用 香港一國兩制是很重要的 永遠不會變 不走樣 不變形 原來他背後呢 就是 其他的公安部的副部長 可以將香港變形 走樣 設定 違法 所有事情做盡 然後就為了 原來 是不是一帶一路 原來高過一國兩制呢? 人民不禁要問 是不是 原來 拿到馬來西亞的合約 是高過香港的一國兩制呢? 怎樣犧牲都可以呢? 我作為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是很想 中央在這個問題裡面 作出 詳細的思考 尤其是你最近 告台灣 書的時候 如果你 沒有香港的一國兩制 作為 不要說示範 現在都沒有什麼示範作用了 起碼搞好一點 否則的話 所有台灣的人 指著香港 就越走越遠 也都全世界的人 對台灣越走越遠 就更加同情 和支持 是不是 如果你爆出來 原來 香港可以隨時 怎樣都可以的 怎樣沒有高弄低 怎樣去玩 玩到完全借 原來就是為了 是不是一帶一路 還是一個馬來西亞的合約 原來就是可以這樣的 我不知道還有做多少事情 是不是 我這個角度呢 其實我希望中央 不是特區政府 是中央去想一想 那這個報道 是對香港的一國兩制 對台灣的同胞 有多少的問題會發生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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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econdly if it is an official conduct official act or act of state I urg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eview its decision an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especially when under the current regime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f we cannot show to the whole world that Hong Kong can successfully and genuinely implement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t is a free country, a free port, a free place, free jurisdiction and those working in Hong Kong, say a journalist, can be freely according to the law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to report of worldwide news including even corruption in Asian countries for their financial readers how can we demonstrate to the whole world that Hong Kong is a free place and honestly, genuinely implement one country two system the failure of Hong Kong in showing the whole world of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will have a serious negative effect on Taiwan and the image of Hong Kong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minds of Taiw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minds of Taiwan patrons well 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which is the link between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Hong Kong system with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 think that Xi Yi should raise the concern with the leaders of Beijing well of course Xi may receive a hard war, a hard war, a hard war, but at least it's her role to protec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the honest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from the side of Hong Kong to raise the concern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or the Hong Kong side to the leaders of Beijing I think that this world is very important to say, people are pretty Caf南 our day and a time to take 2 premium沒